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维持防疫好习惯也很重要 戴口罩 勤洗手 如果有疑似症状可以先做快筛 也请多关心年长有慢性病或重大疾病的亲朋好友 疫情变化多 请您与我一起完整接种疫苗 备妥防疫物资 落实防疫 互安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标谷特快车 全国投资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标谷特快车 我是松 但也轻松 做大选 今天只是指数又创了波段新低 那为什么创新低 想也知道 跟台积电有关 跟金控有关 今天台积电金控 全部创新低 如果没有这些股票台北股市会创新低 这些股票是带头杀了 那我又没有请你避开这些股票 过去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家的股票最安全 这买到啦 我也知道买到啦 我也可以创新低 买到啦 买到没效啦 买到就一直抬啊 对不对 所以你要先避开这些股票 那我老师 我避开这些股票 我避开这些股票 我就不知道买什么股票啊 我老师 你看吗 我就看不看有 我再强调一遍啦 我们上节目的目的不是要去告诉你说 我买什么股票 掌停板啊 每天跟你说 我买三掌停板 然后呢 每天射飞标 我再强调一遍 不要污辱我了 我不是飞标侠 我保证我不射飞标 这样就可以了 不要再侮辱我啊 拿别人来跟我比啦 好不好 这是不是掌停板 是啊 你老师 可是今天指数也拉上来 盘中比得快300一点 到最后也拉上来啊 拉上来还是黑的啊 我告诉你今天台积电真的翻红了 哇 夭壮 那去中央处惨的 真的 路很惨的 对不对 照理说啦 股价跌破400块 看到三字头400块保卫战 他一定是强谈啦 没强谈才有贵 对不对 来 请问你说 跌破400块 连刷两天 隔天有没有大反弹 弹到412块 隔天再灌破400块 四百块又破了 又三字头啊 有没有 再反弹 反弹完之后 昨天没有再破 再又三字头了 今天再破 破完马上反弹 现在好了 反弹连四字头都还没看到 所以明天要再加一把劲 不管加几把劲都一样啦 我说过几百遍啦 我说你一定会来 你没来 我也没得到 你预告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不相信嘛 对不对 我再强调一遍 这个价位是波段短线的满足点 他如果没有来 这辈子都不要买 就这么简单 我老师 你说话才会准 准不准 你自己偷偷看 我从年初告诉你到现在 从一月份跟你讲到现在 请问你告诉我 我怎么去解台积电的 航运谷我讲一年了 叫你不要碰 不要碰 不要碰 中间有无数处的反弹 反弹了三十次 五十次 每一次你都笑我 最后咧 腰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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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腰斩 到最后一次我跟你讲 还是逃命 你就是不相信 我老师找礼拜反弹 强弹 放完这样回来又跌停板 前两天又强弹 抱歉 今天又暴跌 我不知道说几百遍 过去这一年 我说过几百遍了 创新低 老师没有啊 他很高啊 拜托我这是简直 把钱退给你 跳起来一百多块重新再跌 他已经从两百三十三块跌到七十几块 剪完之继续杀 如果他可以杀到这里 你知道他等于杀到哪里吗 还原回去等于剩三十几块 还原回去等于万一如果真的这样子呢 你难道你都不想知道航运股接下来怎么走吗 我之前已经跟你预告过了 有没有杀你最清楚 金融股反弹就卖 请问有没有反弹 反弹你有没有卖 我们看官股啦 有没有反弹 要不要卖 随便你不卖没关系哦 你要存股继续存股哦 存股有两种哦 存股有两种哦 存股存股有两种哦 存股有两种哦 有两种啊 这都官股啊 还有一档官股啊 五大官股全部中错啊 全部暴跌啊 而且是官股补跌 有没有 那就不用讲国泰金跟富邦金了啦 那个是腰斩股 腰斩股就是你断头了两次 还在还在杀 那是很恐怖的 那个我们来看一下存股的最爱 你告诉我啦 只要跟金控有关的全倒 那为什么全倒 请问为什么台积电这么好 为什么会大跌 请问金控这么大的公司 每人家都是上千亿的公司 这么这么 这么有 这么大跌 这跌 这跌 circle 这跌 这反而会害死人 为什么会害死人你知道吗 这个不会打 越买越多 越套越凶 越套越惨 对不对 我不知道帮了多少人 那元宇宙 我说在三个 快三个月了 从我大获全胜 几乎卖在天花板 我所有会员全部卖在天花板 我所有会员全部卖在天花板 全市场没有半个老师 元宇宙卖在天花板 只有我 而且节目上公开预告 我卖在天花板 然后从此之后 我跟你讲 你看到我的节目 我每天跟你讲 你有元宇宙你来找我 我带你卖 你有元宇宙你来找我 我还是带你卖 我就这样子一直讲 讲了三个月 快三个月 你知道我卖元宇宙买什么吗 买生计吗 加码生计吗 生计为大获全胜 也卖好久好久 全部卖在天花板 全部卖在天花板 再来就是新能源 过去的不用讲 过去的不用讲 最近的高令也最清楚 上礼拜掌停榜 我没有跟你讲 我买回来 我没有那些没见效 对不对 我们先不要说那些 重点是这个 你如果前两个礼拜没有来的 这是完全命中 台积电就没有来 没有来我继续延续下去 两个价格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价格跟这个价格是一模一样的 你就来拿这张就可以了 因为这张图已经决定了未来台北股市的命运 台积电跟金融股已经决定台北股市接下来怎么走 再来就是航运股 就可以决定它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再来就是 谁未来会喷 你昨天没有来 你今天一定要来 我用心良苦 我不是要害理 我每天说好听话 台积电最有竞争力 你不用担心 跌到400块 总有一天 有一天 它一定反弹 我跟你保证 这不是讲屁话吗 那对你有帮助吗 金融股不会打你放心 国贷金融只已经看到三次投利 放心就好 你做你放心 对这放心来 到现在我就不相信你会放心 你真的会放心 你就买这你就放心了 这个掌停法 哎呦 还好爽 哎呦 老师 老师 谁都会让你做你的课算 让我的标股来当你的靠山 我不要讲这个礼拜 在上礼拜 前两个礼拜 你看我的股票在标 你都没有感觉吗 你都没感觉吗 为什么会表 为什么会让涨停板 你不知道为什么吗 我讲得很清楚 我讲了好几百遍了 我每天讲 从 其实我年初就一直 从去年底我就跟你预告 为什么我们要锁定这样的股票 其实我已经在布局 在告诉你未来的大方向了 请问你告诉我 那个时候所有人都爱买什么 哎呦 半导体最好啊 半导体供应链啊 什么我还有的 没有的啦 讲好听话每个人都会啦 如果要讲好听话的话 我也每天讲好听话 吸引你来看我节目 老师 哇 你讲这个很棒棒棒 我喜欢 因为我买这种股票 怎么会有人 每天在唱衰 我不能说唱衰啦 我也没有在唱衰 我也没有去打压批评任何人的股票 我只是告诉你真相 如果你不喜欢听真话的 你可以去看别人的节目 你也可以去找飞飙侠都没有关系 你不用来找我 我跟我说良心 我凭良心讲啊 也没有人要做这种事情啦 全子股 外资子股越重 杀伤力越大 为什么金控不会涨 为什么金控可以拼命暴跌 无止境的暴跌 每一档都一样哦 你可以告诉我哪一档没有暴跌吗 每一档都长得一模一样 全部一模一样 你要看哪一支 我不想 每一支都长得一模一样啊 好不好 关股啊 全部都一模一样 金控 外资最少都一两百万张 平均都是两三百万张左右啦 甚至五百万张啊 请问你告诉我 那你告诉我 外资如果要换现金的话 他第一个卖什么 台积电 外资一千八百多万张 他不卖这个 他卖什么 那你去买这个 不是等于 等于去 任外资宰割吗 你不应该痛恨我 你应该痛恨的是外资啊 但是我要告诉你真相啊 我要告诉你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外资持股越重 杀伤力越大 所以不立指数 为什么指数不会涨 不是指数不会涨 是这些重量级的股票不会涨 你说航运股要 航空股 你问老师航运股 你说整年啊 你从千万百一直涨下来 股价已经腰斩腰斩 不到腰斩几次了 结果你上个月跟我讲 航空股不行 人都在解封了 你跟我说不行 真的去买死 我老师你买下来 去买死人 航运股 航运股都在海海 你现在要航空股也脱了 你身体好讨厌哦 我没需要这样告人员 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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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民众 你可以去看我九月份 跟你讲航空股 人家在讲说解封解封的时候 我讲什么 我讲的话都很直接的啦 是直接到什么样的程度 什么叫做直接 怎么样直接法 最后逃命 反弹就卖 闭上眼镜卖 你不卖都不行 你不卖都不行 所以我们的操作就是这样子啊 为什么我们生计可以大获全胜 卖在天花板 为什么我们元宇宙 一样啊 全市场一堆人都在做元宇宙 现在没有半个人敢讲元宇宙 全市场只有我敢讲啊 因为全市场唯一 元宇宙卖在天花板 大获全胜的 让所有人大获全胜的 只有一个人 生计大获全胜只有一个人 你可以去问我说我会 你不找这种老师 你要找什么 我就不懂啦 你都总喜欢找那种安慰你的 元宇宙是主流 现在不讲了 现在生计是主流 生计又不讲了 现在又讲什么 股票涨零板 一样涨零板 一样涨零板 可是我不希望你知道 我为什么不希望你知道 你来你都知道 因为我有跟你分享 我有送给你 对不对 可是我不希望说 今天涨零板了 你看我的股票涨零板 你再买一下 你转叫一下 你看一下 怕你不知道 目的是什么 有没有你自己看 有图有真相 这跟今天 跟行情起来都没关系 因为它不是台积电 它不是台积电 它不是台积电 有没有 我已经讲过几百遍 小辛苦怎么样 鸡犬升天不占指数 为什么不鸡犬升天 你都知道 什么叫做看到未来 我说整本 我说的 我老师 怎么报纸打开也突然在讲这个 因为就只有这个会涨 只要大的都不会涨 我再举一个例子 这亚泥 亚泥 这台泥 水泥业的霸主 水泥业的霸主 重量级的股票 一个600多亿 有没有 这600多亿 这几亿 300多亿 两只鸡状态也很轻易 对不对 也是这种跌法 跟金控长得一模一样 跟台积电长得一模一样 为什么 外资再到 外资的提款机 那很简单 你要股票有不一样的表现 就是避开外资持有最多的股票 这也是我一直在告诉你的股的原因 外资持股越重 杀伤力就越大 对不对 所以你看报纸也要附送我们的半导体 大逃杀 下修之本之出 跌到三字头 你意外吗 你一点都不奇怪 如果你有看我节目的话 这真可恶 这到昨天 昨天 早上你报纸打开 那只不懂 我们就不讨论 外资还在喊买 你说他可不可恶 他喊买 早盘 你看到报纸 还没开盘 你报纸一打开 外资喊买 真的是恶魔 天天都在讲假话 你去看他昨天卖了几张 两万多张 过去这三四个月 他卖超过两万张 只有四次 只有三次 还是四次忘记了 昨天都是凶一次 通常超过两万张都是 非常多的 一天买两万张 然后他叫你买 他叫你买 还没开盘叫你买 还没开盘的时候 你看到 赶快买台 赶快买 赶快买台 半导体双雄 你听完话 早盘买 刚好杀到最低点 昨天就是开盘 一路杀杀杀杀杀 到尾盘收盘收最低 今天在破底 然后你 你去看他 昨天卖了两万多张 提款机 我不知道他提款到什么程度 我只知道他有1800万张 要卖也卖不完 要换现金换这个最快 第一股价又高 然后张数又多 1800万张 1800多万张 本来有快1900万张 本来大概有将近1900万张 台积电我只有一次跟你讲说 我只有一次跟你讲说 他会反弹 我没有跟你讲买 我只有在这里跟你讲会反弹 隔天还破底 那天我跟你讲什么 9月30号财富重分配 有人会因此变成新的富翁 9月30号 有没有 9月30号 外资持股台积电降14年新低 我说台北股市要反弹了 因为台积电要弹了 好 那 但是 我先看有没有弹了 我这天讲的嘛 事实上证明有弹了 35块嘛 台北股市涨600点嘛 我这一天跟你讲要弹了嘛 有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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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但是 外资如果要换现金 台积电 一定台 让国没清楚 可是老师 你证明我吃财 有人会变成新的富翁啊 重点是你买什么 你要买金融国 我也没意见 你要买台积电 我也没意见 现在你还是想要买台积电 我也没意见 我真的没有意见 如果你钱太多 除非你看到这个价位 看他这个价位 就是放手一搏了 你真的要买的话 我给你一个 会让你很满意的价位 其实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你之前有拿到的 你去翻开 跟这个是一模一样 价格一模一样 没有变 我就跟你讲 很准 真的准到让你 准到让你只能照做 你当参考就好了 你参考看就 重点来 最会喷的在这里 老师你说 9月30号 你跟我讲 台北会谈 有谈 谈了600点 可是又破底了 有人会变成新的富翁 你跟我讲什么 高丽 不好意思 上礼拜掌零板 我也没有跟你讲 我买回来 我也没那些没见 我前一天还跟你讲说 扎下来要怎么做 可不可以 结果就 却了掌零板 我总不能因为这样子 我就说我买回来 我还没有那么不要脸 一样的道理 我也没有跟你讲说 我买最低点 最低点这一天 这一天我预告要反弹了 9月30号 但是我是隔天才告诉 隔天才跟你分享 因为我确定了 你看也知道 对不对 其他的我不讲了 这样有麻烦吗 一个多礼拜也可以 四百多万 轻轻松松 真的轻轻松松 对不对 我不是 不是涨上来才跟人家谈 还没涨我就跟人家谈 那涨上来的时候呢 你看外资多可恶 10月5号 10月5号 大摩进场要快 因为美股大涨1600点 台股涨600点了 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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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跌 还跟你讲鬼话 送软 进阳 怎么样 你相信他讲的鬼话吗 如果你相信他讲的鬼话 那你昨天会做什么事情 你昨天会套在 这两天的最高点 为什么 他叫你买的时候 他在卖 他叫你买的时候 他在卖 金控我就不解释了 很多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金控 所有金控 今天几乎全部创新低 今天几乎全部创新低 有没有没创新低 我还不知道 有没有来自没创新低 你告诉我哪一刀 哪一支没创新低 富邦金有没有创新低 富邦金 这中信金 富邦金刚没创新低吧 富邦金没创新低 但是他跌最凶 果泰金跌更凶 都长得一模一样 通通都一模一样 你要接去接 我没有说他们不会这样 他今天就反弹了 反弹是一定会的 我给你保证一定反弹 保证一定反弹 反弹没有用 你去看航运股就知道了 一年多来了 反弹了多少次 反弹了不知道三十次还五十次 每一次你就笑我 跌一整年了 你还笑得出来吗 后面这个可能没时间讲 经济要衰退 你不知道吗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难道你不知道吗 这个生计的部分不讲 大货全是卖在天花板 全市场也只有我们 电动车的部分 为什么他去世上上就讲废话 我们讲多久 对不对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MH电动车反映 玩力多出镜之后 接下来就是要反映什么 未来的想象空间跟成长性 因为未来接单会越来越多 未来合作对象会越来越多 所以未来主流是什么 很清楚 最会喷的洪家军 就这么简单 其他我就先不讲了 现在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它带回去 未来策略大解密 我在想第二遍 你今天来才有 就只限今天就好了 好不好 你昨天没有来 你今天一定要来 没有来 你不要再来 就唱丁丁一遍 我有叫你来 你有来全部 最少都差一大段了 都暴跌一大段了 暴跌一大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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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不要再讲了 台积电还没来 所以延续下来 你想知道的赶快来 送给大家当参考 它是你的保命符 你一定要拿到 送给各位 打电话 进广告 面对通膨的巨浪 你该怎么办 创造更多的财富 才能在这巨浪中 平安度过 战胜股市 鼎业来帮你 甜甜价 让你轻松富 轻松赚 抗通膨专线 02-8511-3366 相信从鼎业开始 我们是一群 共同追求 股市决胜大师级的 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 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鼎业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 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 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 02-8511-3366 8511-3366 鼎业投顾 我们线 我们死续 窩留着 发火 尔心 死我在 标普特快车 欢迎到回到现场 再强调一遍 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未来策略大解密 通通跟你分享 你真的想买台积电的 行印股会跌到哪里 真正的满足点在哪里 金融股到底可不可以存 会杀到哪里 再次会喷嚷 会准到让你照做 这你只能照做 参考啦 好不好 送给大家 今天台北股送给大家 那这不是重点 重点不在这里 未来策略大解密 未来的标股也在这里 通通送给各位 电微开通 直接送给你打电话 最快告诉你 感谢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 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与所帮助 blueberry